近日,发生在香港国际机场的禁锢殴打记者和旅客 阻止机场正常运作的非法暴力示威活动 引起香港广大市民的愤慨 守护香港大联盟联同社会各界 发起8月17日香港市民反暴力就香港集会 呼吁还香港一个和谐稳定 没有违法暴力行为的正常社会秩序 8月16日,发起单位在香港召开发布会 公布次日集会的相关安排 此前,非法示威者违法堵塞香港国际机场 致使当天机场大部分航班取消 示威者甚至暴力殴打禁锢旅客及记者 严重破坏香港的法治环境 污损了香港的国际声誉 引起全社会极大不满 守护香港大联盟呼吁沉默的大多数不再沉默 勇敢站出来向暴力说不,向违法说不 我们在座社会各界 我们的守护香港大联盟 全香港的大多数外护香港的市民 明天我们就发起这个反暴力救香港的一个大集会 我们是拒绝揽炒 齐救香港 香港工商联合会会长吴秋北表示 现在有部分极端分子不顾全香港反暴力 要稳定的主流民意 损害大多数人的和平安宁生活 想要把香港推入深渊 这个是不可以接受的 大联盟明确提出拒绝揽炒 齐救香港 同时17日的大集会主要表达七项诉求 再向整个社会表达 即是说乱救了 停暴力 物妖民 指破坏 守法治 左撕裂 反回正轨 这七大的诉求 除此之外 我们其实都会延续我们这个集会的一些精神 所以在大联盟的号召下 我们会继续推动全民的撑警的活动 我们好知道 现在警察是我们社会安宁的一个很重要的防线 不能够任何的险失 我们可以有社会安宁 警察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我们会继续去延续这个撑警的一切的活动 除了此次大集会之外 大联盟还会继续发起反暴力救香港系列活动 让社会充分表达反对暴力 维护安宁的心声 同时由于9月开学季即将到来 大联盟还考虑与教育及办学团体合作 举行校园反欺凌反暴力活动 向学校、家长、学生做出呼吁 学校要专心办学 校园应恢复平静 学生应专注学业 反对任何形式的校园欺凌及暴力行为 同时要求教育局、警方和学校管理层密切合作 加强校园及周边地区的保安工作等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